由此可知 唐朝时候 祖师大德们 把小臣心停住了 不学了 用儒道代替小臣 这个做法成功了 你看唐朝中叶到现在 差不多1400年 这1400年里面 多少高僧大德 说明这个做法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不学儒道 那就得学阿尔尼 要从这上找根 如果我们用地主规 用感应片 这根就过了 所以这比什么都重要 那个校阳父母 封司司长怎么落实 怎么去做 你不真去做 真正把所学的东西 变成生活 变成思想 变成行为指导原则 你一切都落空了 根之根 我们把石山 把这个地主规看作什么呢 我们大臣的根本界 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感应片 你石山业道走不到 这么多年来 我们走了很多地方 看到我们同修 在家 石山业做不到 出家 沙米旅舍做不到 什么原因 我们想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们多么有根 原本 原本 这根是家庭 顶顶顶 中国古时候 家家 小孩一出生 就教了你 不是讲这天 讲这天 是怎么教法呢 父母做出榜样 来给他看 他一出生 他就会看 就会听 他懂得人的意思 他说不出来 随父母 把地之规 做给他看 父母还年轻 他祖父母都还在 看他怎样 效仰父母 他都就学会了 大家 这家族 有做官的 或者有发大财的 有大事业的 大概都着重太教 小户人家 就没有了 不重视太教 但是 出生 都知道 在小孩面前 要做出最好的榜样 一切不善 不能让小孩看见 不能让小孩听到 这婴儿 不可以让小孩 接触到 小孩在出生 到三岁 这一千天 他所接触到 都是纯正 没有邪悟 是怎么咋跟着 古人 他有那么大的成就 根深蒂固 我们现在人没有了 这种教育 在民国初年 民国二十年前 还有一些 重视文化的人 还有 少了 很少了 不多 我们家乡 那个地方是受 同城派的影响 同城派在 民青年代 起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家乡 乡下 小孩 没有不读书的 老人 没有说 不给小孩 做好样子的 风气 还有一点点 残余的一些 风气 还有一点 我们小时候 接触到的 可以比我小个 三四岁的 就接触不到了 就没有了 想一下 私俗 改成小学 对中国 古来这些东西 不教了 不讲了 找了些年轻的老师 以前 读四书的 古书的这些 不要了 就没有了 没人讲了 这些因素 这些因素 我们都要晓得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要搞 希望传统 和佛心 要怎么做 你心里就有底子 必须我们自己做出榜样 自己做不出榜样了的时候 那全是假的 做出榜样 很辛苦 这个苦头不出 不吃 你不会有建树 除此一发之外 没有第二发了 样样都要做出好样子 给现在社会大众看 让他感受 让他感动 接受 慢慢在 发扬广大 要有好家庭 在家修佛同修 家庭是最好的榜样 给别人的家庭 做好榜样 佛法里面讲团体 团体要跟团体 做最好的榜样 最好的榜样 就是六合金 如果不活 全完了 全毁掉了 是一个活目团体 一个活目家庭 里面有一个人不活 那个罪过比什么都重 破活活中 罪过是阿比地狱 佛说话 罪就是实话 不是瞎不忍的 跟你讲是真的 将来你多阿比地狱 你不会怪罪佛 为什么你早不说 早就告诉你了 你自己不相信 你自己不肯干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所以善福 根之根 地之规 又是根之根 怎么可以守护 没有这个基础 戒律全部落空 你自己修不成 你也教不成 发什么心 都没用 可见这个东西重要 有了这个根 再往上提升 就修佛了 小乘佛法 受持三规 居住中介 不犯卫 建立在第一佛的基础上 没有第一佛 就不会有第二佛 盖房子 第一佛是第一层 第二佛是第二层 二层一定盖在第一层的基础上 第三佛是大臣 发菩提心 身心应苦 这个应苦说老实话 就是指尽踪 念佛成佛 读诵大臣 全境心臣 你看 是一句 是句是自立 成就自己 最后一句 弘法立身 全境心致 你去教化 有缘的 我们要以这个 作为修学的指南 最高指导原则 不能违背